如何设定文字的播放特效 我们如果要将每一张slide的文字 做显示的设定的话 就是当我们要显示给观众朋友们看的时候 我们这张slide的文字的显示方式 我们要做怎么样子的一个设定 这一张就是教你如何设定文字的显示方式 假设我们要这个北京的2008的这个文字 设定它的显示方式的话 我们把mouse pointer移到这个slide show 在这个slide show我们按一下menu 我们选取custom animation 然后我们在右边就会出现custom animation的选项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add effect这个地方 去寻找我们要的显示方式 这里有四个选项 你可以去寻找你要的显示方式 假设我们要的是box的显示方式 它就会以box的显示方式来显示这个文字 那如果你的这个第二行的这个文字 你要做设定的话 同样你也要select它 select它了之后 同样的我们也去到custom animation里面的add effect 去选取我们要的选项 我们同样的去第四个选项里面 去选取我们要的方法 我们假设要选择是down ok 然后它就会以down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文字 那好了之后 那你可以play这个button 按这个button 你同样的也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的显示方式 它会播放这一段显示方式给你看 那你要如果要处理第二张slide的话 一样我们就再跑到第二张slide 我们去选取我们要的文字 这个异数字 我们去select它 select它之后 我们同样的也是来到custom animation的add effect 然后去选取我们要的方式 第五个方式 ok 然后这整段文字 我们也是要做effect的效果的话 我们就add effect 然后我们选择第二个选项里面的 第四个选项按一下滑鼠 然后picture也是一样 可以做显示方式 同样的我们也select picture 我们也去add effect里面 我们选择我们要的方式 我们选择第二个 好了之后我们可以play 它就会一次过显示所有的文字 让我们看 好了之后我们不要看的话 我们要暂停它 我们要停止的话 我们就按stop button 然后我们要slide show 就是显示给自己看的话 做一个测试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slide show 来看一下我们所设定的这些文字的显示方式 那如果要停止的话 我们可以按键盘的escape key 它就会跑回去刚才的画面 这就是如何设定文字的显示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